着落于纽约曼哈顿中城 这间老牌俄国餐厅到了营业时间 店里却空无一人 这间名为俄国茶壶的餐厅 1986年开业至今36年 俄国裔老板杨沙兹 是接手经营的第二代 他在儿时跟着母亲逃离苏联 落脚纽约 餐厅是他的继父 汉前苏联芭蕾天王 巴里什宁科夫 以及恶意美国诗人布罗斯基 共同出资开设 沙兹没想过离开苏联 会再次看到战争发生 没有惊讶 但没有人相信 我们并不认为他会去乌克兰 两兄弟国家在战场 因为当我们第一次来到1977 我们会被俄罗斯联盟 我们都来到纽约 乌克兰 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 我们都逃到同样的邪 现在我们在战争 在战争上 沙兹从俄国入侵乌克兰的第一天 就在电门贴上 与乌克兰同一阵线 不要战争等标语 以及乌克兰国旗贴纸 然而这些挺污举动 大众毫不领情 沙兹的丈夫是乌克兰人 小孩是乌尔混血 店里也有乌克兰籍的员工和乐师 他强调他绝对反对普京开战 身为俄罗斯人他很愧疚 受到抵制的不只有沙子的餐厅 华盛顿特区这间知名俄国料理 被人砸破玻璃 圣地亚哥另一间俄国餐厅 被人留下恐吓语音讯息 事实上店主人是亚美尼亚人 大部分员工是乌克兰人 抗议民众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只要看到俄国两个字就抵制 这间在芝加哥的俄国餐厅也很无奈 部分威斯康辛州的超市 把确定停卖的俄罗斯福特加大促销 拉斯维加斯的酒吧 则是把俄国产福特加全部倒掉 至于纽约一间专做外送的幽灵厨房 原本有道招牌菜普辛鸡块 现在也决定改名避风头 一样在纽约 相较于俄国菜遭到抵制 这间1954年开设的乌克兰餐厅 店外排起厂厂人笼 这里正在举办捐助乌克兰活动 不论是内用还是外带罗宋汤 收入全数用于乌克兰人道远助 我只觉得我必须付出一个方式 乌克兰是乌克兰的 тради线 但對 你們在做什麼很厲害 遠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國人 深深敬佩烏克蘭人的勇敢 用吃來表達支持 這碗羅宋湯承載著眾人心意 盼望烏克蘭早日遠離戰火 TVBS新聞綜合報導